一百年前,维生素的发现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它所引发的营养保健狂热席卷全球 造就了每年超过一千亿美元的商机 市面上有超过八万五千种维生素产品和保健食品 也有十亿人每天固定服用维生素 维生素钉可以治愈也能致命 但大众却能轻易地在超市跟药局随处购买 厂商们都强调产品是天然的维生素 然而这是真的吗? 这些产品的安全性如何呢? 澳洲人气科学家穆勒博士将带领观众走遍全球 探索维生素的科学及历史 周四晚间十点,记录观点 维生素的异想与真实世界 就在公共电视 就在公共电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